嗨 今天我们来分享松式整理术 最近在看松普米太郎的书嘛 其实松普米太郎他在书里面也蛮常强调整理跟清洁的重要性 然后我看了他的其中一篇觉得很有趣 没有想过这样子的整理方式跟想法啦 所以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 那其实我觉得松普米太郎他对于整理物品的一个观点 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珍惜物品 那他是怎么样珍惜物品呢 他的方法就是一天一触摸 就是你所有拥有的物品都每天摸上一次 那要花一些时间喔 要花很多时间喔 那就要取决于你有多少物品咧 那其实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大的功效就在于说 透过触摸物品呢 我们可以很快的知道这个物品他当下的状态 这其实我觉得是这个触摸物品最大的功效在这边 我们碰这个桌面 或是我们去摸一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 他的状态是怎么样 上面有没有灰尘啊 然后摸摸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然后可能也会发现说 是不是物品有损坏的情况 有裂痕啊什么的 那这也是一个可以借机去珍惜这个物品的很好的时机 那为什么要珍惜物品 如果说你有去关心你的物品的话 你就会随时把它清洁干净嘛 坏掉的话就会赶快去拿去修理嘛 甚至你可能也会意外的发现说 哦这个物品放在这边好像不是说很好拿 重新去检视这个物品摆放的方式嘛 跟位置 如果没有做到一天一触摸也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一天一看吧 一天一打招呼 ok 一天其实也是蛮难的啦 衣柜打开的时候是直接拿一件下衣穿之后 然后盖起来 然后洗好衣服直接塞进去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 他就说打开之后 看看哦衣服这些衣服 哇好漂亮的衣服哦 哇这是我心爱的衣服耶 真好 然后再洗满衣植把它合上 感觉都不一样 对待物品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生活的品质肯定也会大大不一样 那我想我们可能应该每天都一触摸哦 因为我们所有东西每天都会用到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呢 也有一个小小的bug 如果说这些物品都有用的话 那你每天在使用的时候就会摸到它啦 而不是说特地的去摸它嘛 因为如果我每天都在用这张桌子的时候 在上面写字 在上面用笔电的话 我势必一定会摸到它 为什么 因为我在使用啊 他真的出了什么状况 你会很快就发现了 我之所以会知道它的状态 就是因为我每天都有在使用 而不是说啊 我因为松脯米太郎 我很喜欢它 所以呢我要来使用它的方法 来整理我的物品 那我的物品每天都一触摸之后 但是我连用都没有用 只是让它维持在一个很完好的状态 然后上面没有灰尘 然后也没有损坏 这样子就OK了嘛 之前一触摸是一个帮助我们 整理的这个契机啦 但是重点我觉得还在回归到说 有没有在使用那个物品嘛 如果有在使用的话 那一定会摸得到嘛 那如果你要使用那个物品 但是你原本没有在用 这时候你就开始 必须要进行很繁复的思考 对不然就是要进行很繁复的清洁工作 所以这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 整理术的时候 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啦 因为现在整理术其实是蛮多的啦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思考很累嘛 那我也不知道说自己思考对不对 然后还要思考自己很多面向的话 那不如人家跟我说 一进一出那我就一进一出 人家跟我说 365天 一天一出摸 一天一出摸 或365天每天丢一样物品 那我就每天丢一样物品 照着做 但是没有思考 像我们上一集提到了 我们人必须要进行理性的思考 不过当然也会有人会提到说 可是有些东西是要换自己的嘛 我现在是夏天啊 我要每天摸冬天的衣服 有需要吗 我只需要摸一件 那就请大家自己进行思考了 下次 那最近呢有个观众他有跟我们推荐一本书啦 然后呢我有去看那本书 书名也是蛮妙的啦 科学的终极是佛法啦 蛮有趣的啦 但是有个很有趣的概念哦 就是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想法 当然也是跟整理物品是很有相关的 我们都知道说 杀生就是可能伤害动物嘛 但他认为说 一个物品呢 如果他没有去发挥他原本的功用 就类似说 可能我有吸尘器好了 但是我没有拿他来做吸尘啊 扫地之类的 不是啊 然后一个桌子 我没有拿他来发挥他既有的功用 书我没有拿来发挥要阅读的功用 其实那样子就是一种杀生 而且然后我们还真不知道杀了多少生 万物都有零嘛 物品也是 也是我们要好好去珍惜跟尊重的人 如果没有让物品善尽其用的话呢 也是一种不负责啦 可能真的很难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不吃东西嘛 吃菜可能好 你说也有可能是杀生 那我物品也有可能不小心把它弄坏了 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一个杀生 有时候真的是会不小心伤害各式各样的 不管是生命或者是非生命嘛 对对 有时候有意无意的都难免会 真的做不到 可能也不用太勉强啊 但我觉得至少我们是可以很感恩他们 让我们的生命更好 或是更丰富 或是更方便嘛 就是说以后买东西的时候呢 就更谨慎一点 确定自己真的会好好地 善尽使用它的责任 身为人的责任 跟义务 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安心地把它 买下来 然后好好地使用它 我觉得整理物品 对我来讲的意义 就是不是只是收纳归位 也不需要买什么收纳用品 因为如果说你有在用的话 你自然就知道怎么收纳了 因为你要把它发现 你平常会用到的那个 HOP拿的地方嘛 对吧 就是这样就这么直觉而已嘛 那些你没有在用到 它自然就很难收纳嘛 有些人可能就说 啊这个物品就好好的啊 然后或许说 未来万一哪一天我会使用嘛 可是未来也有哪一天 我可能不会使用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你现在用不到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你留着的理由 是因为我未来哪一天 会用到 不是未来哪一天 万一可能会用到嘛 还是说很确定 因为我未来一定会用到 我了解我的生活 我要让这个物品呢 让我的生活更好 所以我要把它留着 对对对对对 应该会比较开心啦 因为像是松口明太郎 他就讲了说 其实珍惜物品 就是珍惜我们自己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 如果说一个物品你没有用 然后就把它堆在家里 但是这些物品 是你用金钱换来的嘛 然后这些金钱 又是你工作努力换来的 那如果说不珍惜物品 就是不珍惜金钱 那不珍惜金钱 就是不珍惜 认真工作了你啊 应该说如果想要 好好善待自己的话 就会让每一个地方 都做到一个极致吧 自己能都做到的地方啊 比如说我想要善待自己的话 那我的空间 每一寸都想要好好的活用啊 我并不会想要那一瓶的空间 是哪里对我用不到的东西嘛 我觉得像可能在公司 或者说像是政治 大家都会希望说 用最少的预算 然后最少的资源 然后达到最好的效果吧 不管是公司啊政策 其实都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在家里 应该也是这样子吧 不用最少的金钱 然后最少的资源 不要有浪费 然后让生活品质 达到最高的效益 对啊这就是最棒的投资嘛 每一分钱 每一个空间 每一个想法 内心的空间也是 所有所有的 跟自己有关的东西 应该都可以尽可能的 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 把它做到最好嘛 我刚才讲这句话还蛮虚的 我可能会把它剪掉 那说明天老师 他其实还有讲到一个 是我们之前也讲过的 就是说认清自己 整理物品的能力 跟管理物品的能力啦 他自己提出一天一触摸这种方法嘛 一天一触摸 我们刚才都有感觉到说 这是一个蛮困难的工作 困难的方式 所以呢他就减少他的物品 他知道他认清自己 管理物品的能力 所以他的东西就也不多 不过这边还是有一个bug啊 别认清自己能力物品的人 东西其实就不会到太多了 因为他认清了 所以他就反应在他的生活上了嘛 那你觉得老师怎么认清的 你又怎么认清的 就是不断整理嘛 就是觉得不想让自己 生活那么乱啊 每个人都不想让自己 生活那么乱啊 真的不想的人 才会去整理啊 今天要认清跟理解某一项事物 他一定是透过行动 那以整理这个Kate来讲 就是要不断的整理 你看之前画画嘛 怎样可以变得很会画画 不可能说我今天上了老师 某一堂三小时的课之后 然后我第一天开画的话 就可以跟那老师一模一样嘛 你要画一百天 你要画两百天 才有可能 变成老师那三个小时 讲的那个功力嘛 老师讲的再好也再厉害 工具再强 软体再强 你一定还是要画个一百天 所以整理我觉得也是一样 你要认清自己到底需要多少物品呢 你就是需要花一百天的时间 不可能上一个整理课程你就会 不是老师的问题 而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说在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分享这个一天一触摸的这个方法的时候 你有吓一跳的人 就可以开始来整理啦 那当你已经很享受这个极简生活的时候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第一次听到它的方法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嘛 而且可以很快的理解它背后 其实银行的含义是什么啦 就是要珍惜物品嘛 又是一本书 就是我们看了它之后就发现说 我们自己要做到了 就是说只要活在当下的话 你就不用特别去做什么事情 那你会发现说 看完书之后发现说 你已经什么事情都做到了 因为活在当下我觉得 就是整理无品的对 没错 整理无品就OK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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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OK吗 没有OK啊 好 OK 刚刚的结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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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